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见上千株排列整齐的绿色植栽 看起来相当壮观 其实全部都是大麻植株 刑事局在去年破获国内史上最大宗的大麻种植案 经溯源追查 发现无性主贤自110年起 伙同理性共犯筹划种植大麻原 并招揽具有专业化工及植物知识背景的株性鱼性两人 教导无性主贤以精准的土壤种植 肥料比例光照亮度等条件大量植栽 快速将大麻幼苗培育至4000多株 共一甲的大麻原市值超过10亿元 我们首先是在去年9月20号的时候 我们查获一座大麻田 那在这一座大麻田里面呢 我们查扣到了大麻湖株 4000余株 大麻丁 大麻成品等大批的相关账证物 那整个案件的调查呢 后续由本局刑事警察 大麻丁增山大队继续来溯源查庆 那将近5个月的溯源查庆的一个调查工作呢 我们在今年1月间 我们搜索了台北、西北、台中等六个地点 我们同时呢又查到了三民的共犯 那我们整个集团我们调查发现 这个集团呢是由祖贤 无姓祖贤在整个破话规划一切 那这个无姓祖贤呢同时曾经担任过松原邦的中常委 以及堂主 那其他的共犯呢同时也是为松原邦的成员 那在整个调查发现该集团为了要加速大麻的生长 他们同时去招援去划工专业背景 以及农业知识背景的技术也来加入 会分工的来细密加速他的大麻的种植 那基本上呢这是整个现场 破刀大麻厂 那这个主权呢本身是松原邦的重贸的干部 那他会找其他的共犯 包括某嫌犯去分别去购买这个种植大麻 许多的设备与材料同时呢 他们是透过了关系去寻找具有划工背景的犯贤 以及具有植物专业知识的背景的犯贤 来进行交打他们的种植技术 包括他们引进了美国在整个经营 加州经营大麻农场的一些种植的技术 来加速他们种植这些大麻 刑事局不但破货台湾史上最大宗的大麻种植案 更成功向上溯源 弃捕幕后帮众及自毒师盗案 及时阻拦大批毒品流入市面 同时遏止帮派利用自毒师继续栽种 让更多民众受到毒害 记者李启会台北报导